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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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开始还没走过来的时候 我以为大家在一个药房前 走近一看才发现 在前面呢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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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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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怎么卖 猪头肉呢 多少钱一斤 但是我给我拿10块20的吧 猪头肉一斤 小一点 小一点 可以切吗 不过切一半就可以 可以 你等会儿 10块 10块 这长多少钱呢 46块 这个香菜是随便拿的 再来一个小点的 揪一点就行了 可以 大家买了两种 一种是猪头肉 临走的时候又要了一点大肠 还拽走了一根香菜 一个是14块钱 一个是15块钱 这一打开塑料袋 里面的卤肉的味道都喘出来了 颜色红且深 这边都是肥的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我问这个猪头肉 有一种酒味 而且有什么东西啊 我顺势一撕这个肉 很容易就把它撕开了 哇 这个肉是熏肉 颜色深 有微微的 熏烤的味道 嗯 有这种卤肉的香味 肉 肉让我沉重 瘦肉当中 你能够吃到肉汤 肉冻的这种感觉 一些卤汤老汤的味道 已经进入到瘦肉当中 肥肉呢 炖的时间比较久一些 这些肥油 已经渗出来了一部分 所以吃起来 没有那么的油腻 这个大肠 我们只是买了两条吧 不能叫两条 就是两块 它可能中间有把它剁开的 嗯 嚼呀嚼呀嚼 你嚼好久才能够 嚼的了 嚼足180下 最后因为分量不够嘛 所以说又让了一点猪肝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 都是要一大块 一整块的猪肝带走 咱这就是压个秤的 干不干啥 我怕狗来了 快点 快点 还跳过手了 大约做了多久了 做这个 这是熏肉对吧 熏肉 熏肉 有多少种呀 种类挺多 反正猪头肉那样 猪肾上那一类分别都有 就是猪下手为主 对 种子什么的都有 猪猪肝带走 还有骨肝带走 有 来 来 你要多少呀 我就要一小盆 这六行吧 那一六 这个 哦 不要 行 好了 每天 每天就是一大盆加一小盆吗 我们这个 对啊 能吃吗 差不多了 还都卖了 卖完就走 卖完就走 你吃啥 我想吃过 没吃过的 你哪个没吃过 你说 这个玩意没吃过 这是什么 你来点吧 这是啥 包心肉 干鸡 咱们还没吃过呀 口条 可以给你拿一个 放一盆 这样 应该还有多样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嗯 猪头肉没有了吧 好 行 正好 我不想吃那个 我家的非要买 正好卖完了 这肚子 你可以拿点 这肚子啥 吃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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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肉吧 肉没来的 就这么多 30